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获得了五四太极拳的冠军 十二四太极拳是组合性的 他主要接受了阳四 陈四 胡四 绅士 一些点心动作 以阳四动作为主 按照规赛比赛要求 五分钟到六分钟这个中间 编排成一种中格性的竞赛套路 现在做的都是阳四动作 这个套路特别注意大家看 咱在传动动作基础上 动作有些放大 体现了一种输两个大方 对于这个驴脊动的配合 后座先画一个小圈 然后再抹起来 在驴 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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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的游泳比赛是两个小圈没有 有好多的游泳比赛是两个小圈没有 有好多的游泳比赛 下面又肩 周地看垂 周地看垂 又是阳之动作 下面又是圣之动作 在这儿露出队长 圣之动作的特点是 防上部并根部 上部就是根部 不防灵活 这样一个无视的手法 先驴一个小圈 然后再驴里穿梭 无视动作的手法比较细腻 大家继续看 驴回来以后 在下面鞋上摆起 驴一个小圈 然后有点下乘虚劲 再捧架 与你参手 下面这边注意看 沉思动作的发劲 这样插蓬中开 然后严肃 驴垂 把你在腰上抖出 沉思的发劲 是用腰的抖弹劲 这是链 横链劲 也是用腰抖弹过来的 这是沉思动作 一马分钟 今天先给大家表演两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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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